嗨 大家好 今天视频的主题也是好多人的一个主题 也就是我平常上学包里都有些什么 然后因为我只有星期二三四会上学 然后每天都是不一样的课 所以我先给大家看一下除了书本以外的东西 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每门课我都需要带什么 设计专业的 所以可能好多小伙伴 都会比较感兴趣 就是我们会用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所以呢 我会把就是学习用品 还有书本之类的东西讲得详细一点 所以这个视频主题是比较针对学校一点 就是上学的书包 所以如果你是想看 就是平时出去玩包里会背一些什么化妆品啊 什么什么那种 这个视频不是这样的 所以如果你想看那种 你就可以点叉叉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会背的包 这个 然后这个包呢是学校发的 虽然你可能会说为什么学校发了你照背 但是这是我唯一可以装下的一个包 我们学校大部分人也都是背这个包 因为它比较的 第一它这个皮很厚很厚 是这种帆布的 然后呢再一个它的空间很大很大 所以像我们这个专业的只有这种包可以放下 然后这上面有一个我们学校的logo 然后这上面有一个我们学校的logo 看里面是只有什么东西 这里面呢只有一个大的空间和一个这么小的袋子 就像这脚衣大锅粥一样 所以还是有点不好的东西 首先有一个眼镜盒 然后在这里说一下 好多人问我的眼镜是什么牌子 我在这里说一下是暴龙的 然后是在国内的眼镜店买的 然后是我的钥匙 上面有我公寓的开车库的钥匙 还有三把小钥匙 还有钥匙串 然后我跟你们说 我觉得这个球很重要 对我找钥匙有很大的帮助 就是每一次我一摸到这个球 一拉就出来了 再这是我的学生证 然后这个呢 是我们每天都必须得挂在身上 因为我们学校是一栋楼 然后上电梯的话 保安必须得看这个才会让你上去 所以好像在这里也凭空前水 必备 然后我的钱包 这个就是在Steve Mann里买 里面也没什么好看的 就是一些卡啦什么的 身份证啊还有钱啊什么的 然后有一个小小的本子 这里面就用来记一些什么 作业啊或者是被忘录啊什么的 然后这个放了几个这种 叫什么东西啊 这个 这个这种叫什么 哦便利贴 对便利贴 接下来 然后这个小兜里呢 然后里面有一些硬币 然后还有唇膏 然后再给你们展示一下 我有文具带 你们不要吓到啊 这个是忘文具带 我给你看这边还有一个放大镜 这特别帅 就是 它是用来 我有一节课叫布料科学 这个就是用来就是看那个布料的纹理的 也是每期要打的 因为考试也要打的 就感觉像就像数学课的计算器一样重要 还有一些什么工作便利接 还有胶带 哦 橡皮 呃 反正就是 线笔比长纯的 所以 就是我觉得以前在国内上学的时候 老喜欢买一些什么文具带啊 然后什么笔啊 笨扎什么的 特别迷惑那些东西 但是我感觉到美国来之后就再也不管了 就是一个烂笔头用完为止就是这种感觉 还有一把很长的尺子 这是我打板课很 很需要的一个东西 还有就是一些布料 因为最近已经快期末了嘛 所以 就是我们的期末 我缝纫课的期末作业就是 要缝一个小女孩的裙子 所以就是我选的布了 然后 平时每天包里都会带的 应该就是这些东西 然后再给你看一下我的工具箱 看 然后这个真的很沉 然后呢 里面有 然后里面东西我有一个衣衣给你看 这里面就是一些我缝纫的东西啊 然后还有这个上面有一层 上面这一层可以打开 然后里面就是有一袋扣子 然后还有 这中文我不知道叫什么 应该如果会用缝纫机应该知道就叫什么 就这个是 这个英文叫 BOBIN 然后 然后这个就是放在那个缝纫机的下面 然后 说不清楚 然后呢 还有一个取钉器 还有一个我自己做的针叉 可是不好用 一个 一块粉笔 还有针 手缝的针 钉书钉 还有一个拆 拆线的一个小工具 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 就每一次封错 它就是你的好帮手 然后呢 这里面 这上面一层我放一些小的工具 就比如说这个是 这个中文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因为我以前在国内都没有见过这些东西 这就是我的第一次见这东西 这个是一个 Nutcher Nutcher 就是 它有点像一个 就是这前面你把纸 你用打板刻是要用这个 就是你把纸放进去 然后用这个一压 它就出来一个像U型的一个 就有点像打孔机 但是是专门打那个那种长条条U型的那种形状的 可以 然后每 这个这个 这个我解释不清楚 就是每次打板 打板就是 有的地方你要 你会 你需要剪一个小缝 然后 一个布有封 你这样弯的时候 它才能打开 对啊 后排 make it sense 还有一个这个 这叫什么 这个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screw driver 就是 换那个针脚的时候 也需要用这支红笔 还有一个剪布的剪刀 然后这个是不能用来剪很厚的纸的 不然就会把它弄盾 然后剪布就不好剪了 这个 这个不知道叫什么 这个就是 这就是用来 钻一个洞的 这个是就是 比如说那种吊带 spaghetti strap 然后你需要把它就是缝完之后把它翻过来 就从这里 那样 把这个伸进那个布里面 然后那样扣 就扣出来 还有这个 这个我是一直放在盒子里 因为我感觉它太危险了 你看 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叫tracing wheel 就是用来 你比如说把纸折叠起来 然后你用这个把它一滚 然后它打开了之后呢 下面的几层纸就都会有那种小虚线的点点 这样你就知道在什么位置 然后这是第二层 再来看下面一层 下面一层有这么多大头针线 这就是上面用的内卷线 一把剪纸剪刀 定书钉 定书机 还有一些弧形的尺 两卷胶 一个是双面一个是针叉 这个下面一根啪啪圈一样 就小时候玩的那种 特别好玩 我小时候可喜欢这样 可以这样 好 然后我工具箱就是这些 哎 口奖干了 很酷水 我们继续来讲我的书 又 然后我先给你讲我周二 周二是打板课 然后是六个小时 中午它会给45分钟吃饭的时间 所以几乎就是 因为我们这个课 虽然我只有周二周三周四去 但是呢 几乎都是一整天 所以 还是很辛苦的 而且我们座业特别特别特别多 然后打板课呢 我就会 一般我会带我的工具箱 然后书我会带我的 然后我的 我的 我的搭板书呢 哎呀好傻 然后这就是我 搭板书 然后 我们发的书呢 大部分很厚的都是这种 这样的 所以就是 比较方便翻 然后里面就 就是这些 也没什么好说 那我教你怎么打板 好废的一句话 周三是 Fabric Signs 就是 嗯 布料科学 科学的课本 但是呢 因为 然后因为我还有一本就是这个 Fabric Swatch 这个的书 这本书里面的那个 要上的章节 这个是可以拿下来的 就可以打开 然后 我就把它移到这里 因为这个后面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就是 这些布都是 我们第一周的作业都是要自己贴上去的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 这个是每天都要带 然后 就是每次课都要带 所以我就把 课本里面的章节呢 就放在这里 就放 就放在这个 这个壳里面 所以每次我只能带这一个就可以了 带一个文件夹 这就是一个很普通的L型的文件 然后里面都是一下老师发的讲义啊 什么的 然后还自己打印下来的 还有作业啊 这类的 这种圈子 下午我要上的课就是 Sketching 就是画画 但是 因为我们这个 因为我这个是第一学期嘛 然后上的是 Fundament of Sketching 也就是 就是跟你们想的那种 服装设计的画的那种画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是第二节课才开始上的东西 第一节课呢 我们学的都是 那种平面 不是3D的那种画 而且也不用画人的那种 我给你们看一个例子你就会知道 然后我们要画的就是这样的 这是我的一个画画的 就是纸的那个本子 然后就是这种很平面 然后一个正面一个背面 然后画的线都是很直直的很规矩那种 因为这种画呢 是用来给 设计师必须要画这种才能给到工厂的打板师 让他们照着这个来打板 因为在就是这个 这个industry里面 就是你必须得 比如说牛仔裤的边 你必须得画两条虚线 这样子才是对的 如果 因为如果你画错了 打板师就会按照你画的来 按照你画的来做 然后就可能会做错 所以你必须得画的就是 是对的 还有一个文件夹 这里面也是一些 我们每周需要打印一些 在网上找杂志的图 或者说网上的图 什么的 然后 因为还有老师发的奖励 画画笔记本 就是这里面呢 就是它上面是 上面是白的 上面是空白的 下面有格子 然后周三就是这些 然后周四我是一节缝纫课 也是三个小时 然后 我缝纫课的书 也是很厚 而且我刚给你们展示的那些书 只是我整个书的三分之一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书 都是发的 然后 但是 都很多都不需要带的 所以 对 然后这个是缝纫的缝 缝纫 就是整个学期学下来的一些 学的 就是缝的方法 都要收集在这里面 然后周末要交上 不是 什么周末要交 期末要交上去的 对 然后这因为我还没贴上去 我不能立下给你们看 大概就这样 我还有给你们看一个东西 就是我的布 这个布料叫Muslin 中文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很抱歉 很多中文我都不知道叫什么 然后 它是那种最便宜 缝 然后也最好剪的布 然后 我们一些练习啊 什么都是会用这种布 然后一些期末老师 会允许你用其他的布 然后那个你就要单独自己买 然后这个都是学校发的 然后这个我有两卷 但这要不用每天带 就是老师 老师会告诉你要剪哪些 或者说要带多少yard 你就每次剪好 然后 折叠起来放包里就可以了 然后我的包里大概就是这些东西 然后 然后我有一点点点话 想对大家说 就是我觉得 因为我是从小就想学服装设计嘛 我觉得 可能好多女孩子都很想学服装设计 我初中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外角叫我们 每个人站起来说长大想干什么 然后 我感觉好像三分之一的女孩子都说了 她长大想做服装设计师 可是 但是可能到现在来看 只有我一个人是真的学到这个专业 然后经过我两个多月以来的学习吧 我就觉得服装设计好像并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光鲜的一个东西 因为 取装设计不仅仅是梯台 红毯 它还有我们日常生活中 还有工业方面 范围很广很广 它也是一个很平常的东西 而且确实是一个学起来很辛苦的专业 你看每天我都要背这么这么多东西 而且 我们好多作业都是要缝啊 然后要剪布啊什么 你要画啊 然后都要花很多很多时间 就是课后自己做下来 就是说我发 就是我觉得可能 可能比起那种比如说你们学编程啊什么 那肯定是不如你们男 但是我觉得这个花的更多的是体力 所以 然后我经常 然后我这段时间就是因为经常久坐嘛 一坐就是 比如说一坐一整天八个小时 所以就是我的 我发现我的腰都不是很好 就是走路 腿都抬不起来 嗯 所以我就觉得 因为可能在表面看来是好多女孩子想学的 就是那种梦想的专业 就是好多人说羡慕我学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确实是很开心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是 它也是很辛苦很艰难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不是真正的喜欢这个东西 你就不要去做 因为我觉得很浪费时间 也确实就是我们学校 好多不光是不光是留学生 美国人都有 就是好多是因为我们学校的民生 还有整个专业就是觉得他很酷 才来我们学校学习的 就好多不是真正喜欢服装设计而学习服装设计 就觉得大家学什么之前一定要想好 是不是你真正想学的 如果不是你真正想做的事情的话 也许就坚持不下来了 你知道吗 就比如说你让我去学数学 那我肯定就根本就不想学 就是这个意思 向上 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后梦想成真 然后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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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